我們看第三題 物體有靜止 靜止做等加速度運動 歷時是等於T秒 全程歷時T秒 然後他說 第一秒內的位移 是最後一秒的五分之一 這個位移是1比5 則全程歷時多久 我們知道 這個叫S好了 那就是5S S等於多少 等於2N之1 A T是1秒 平方 那5S的話 5S的話是T-1 這是T-1秒 到T秒 所行進的位移 那5S等於多少呢? 就是2N之1 A T秒 扣掉 就是全程 全程是這麼多 扣掉T-1秒前 他的臉位移 2N之1 A T-1 是2N之1 F 那他現在問到時間 這個時間可以除掉 這是O1A衝出來了 T-1-1,這個-1,這個加測是2T-1 然後給它一除,一除的話就得到什麼? 得到2Z消掉2T-1等於多少? 2T-1除以1,就是5 所以這個T就等多少呢 6出以後是3 3秒 需要3秒 好 所以這個答案 答案就是3秒